听别人的故事,学自己的道理,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我查出怀双胞胎那天,老公带着白月光,和他们五岁的女儿,逼我滚出他家。 我无奈含泪离婚,四年后他看着我一儿一女发了疯。 我怀孕了,双胞胎,正当我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,他的白月光带着他们五岁的女儿回来了。 我女儿他才五岁,他需要爸爸,你能不耐把送礼让给我们? 他的女儿需要爸爸,那我的孩子呢? 我两个孩子啊。 我抬头看向他,希望他能做出选择,可他却将头扭向了一遍。 后来我才知道,白月光带回来的孩子,根本不是他的孩子,而是我和宋林的孩子。 五年前,我和宋林有过一个孩子,但因为身体原因,刚出生就夭折了,医生还说我很难再怀孕。 那件事对我打击很大,有很长一段时间,只要一看到孩子,我就会情绪崩溃。 他父母不敢催我,他更不敢跟我说半句关于孩子的话。 每次看到母婴殿,他都会聊一些其他的话题,转移我的注意力,或者带我绕开。 我提过离婚,但宋林不肯,他说孩子对他来说可有可无,如果真想要,可以领养。 我知道的,他其实很喜欢小孩,抛开,他自己不说,在他父母那里,他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。 最近一年,我瞒着他去医院做过检查,医生说我身体没有问题,让我放松心情,说只要他没有问题,怀孕是迟早的事。 他一点问题都没有,所以在失去孩子五年后,我如愿怀孕了,孕期四十八天,双胎。 当听到医生说两个孕囊,确定双胎时,我眼泪当即就落了下来。 老天带走我一个宝宝,还给我两个。 宋林要是听到这个消息,肯定很开心。 一刻也不想等,我拿着孕检单去公司找他。 一路驱车去了他公司楼下,刚下车,我看到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。 不知道女孩抬头问了句什么,男人停下脚步,半蹲着身子耐心解答。 中午的阳光落在妇女俩的脸上,美好极了。 我想,如果那是宋林,他也一定会这么温柔对待我们的孩子。 他一定会是个好父亲。 旁边的女人小声劝道,思思,爸爸很忙,我们先回家,好吗? 不要,我就想跟爸爸在一起。 女孩有些任性,抱着男人的手臂不肯松开。 思思,爸爸现在要上班了,等下班再来陪你好吗? 男人俯身把小孩抱了起来,却在转头看到我的时候,整个脸色僵住了。 他真的是宋林。 可喊他爸爸的,却不是我和他的孩子。 他身边站着的,是早已和他分手的前任顾子姨。 他们什么时候有的孩子? 圆圆,看到我,宋林把怀里的小女孩放回了地上,起身站起来,朝我走来。 你怎么来了? 他略显紧张,又问,今天没上班吗? 我要是不来,这么能看到这么温情的画面呢? 我阳唇轻笑,心却在滴血。 我刚去医院确认怀孕,转头就看到他有了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。 好久不见。 顾子姨把孩子牵到自己身后,和我打完招呼,又低声解释。 那个,孩子非要找爸爸,我被磨得没办法才带他过来的。 你们先忙,我就带思思先回去了。 不用,该走的人是我。 我以最快的速度说完这句话后,转头上了车,驱车逃离了现场。 怕自己持一秒,就会精神崩溃掉。 可我再怎么隐忍,回到家的那一刻,还是崩溃了。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,宋林为什么会和顾子姨有一个这么大的孩子? 孩子看起来四五岁大。 如果五年前,我的孩子没有夭折,应该也这么大了。 宋林和前任藕断丝连的概率很小,所以很有可能是,他们分手的时候,顾子姨已经有了她的孩子。 那孩子应该就不是四五岁,而是五六岁了。 我坐在车里,神情恍惚地看着窗外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。 现在怎么办? 我该怎么办? 五年前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,这次我不想再失去这两个孩子。 所以,无论如何,我都要生下孩子。 可若他们要和别人共享一个爸爸呢? 宋林不爱我,我一直都知道。 跟他结婚时,他对我说,既然选择了结婚,我会对你好,但我心里已经空了一大块,所以路远,如果你想要爱,我可能没办法给你,但我会努力尝试去爱你。 有他最后那句话,我觉得已经足够。 我笑着说,没关系,我不靠爱活着。 我不靠爱活着,我靠你活着。 当时我只是觉得,只要能在他身边,能顶着宋太太的头衔,过完余生,就很幸福了。 因为从十六岁开始,成为他的妻子,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,甚至超过画画。 结婚的这六年里,我没有一天后悔过。 宋林虽然不爱我,但她是个很好的丈夫。 她性格温和,没有不良嗜好,认真工作,家庭和睦,有钱还长得帅,对我从不吝啬。 更重要的是,她不缺浪漫。 知道我喜欢仪式感,结婚时候,她花了很大的功夫,现场布置成我喜欢的暖橘色。 从我父母那里找到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和小视频,在婚礼上播放,说缺席了这么多年的照顾,以后会加倍补回来。 把现场的女生,还有我,感动得热泪盈眶。 结婚后,她带我去瑞士度蜜月,知道我喜欢滑雪,特地找了我喜欢的滑雪运动员陪我滑。 而每一次结婚纪念日,她从不忘记,也从不缺席,除了送礼之外,她还会带我出去玩。 记得去年纪念日,她租了一个游艇,带我出海。 我们一起潜水,一起赶海,一起看海边的日出日落。 她还说,今年纪念日,要带我去土耳其做热气球。 五年前失去第一个孩子时,那一年内,她很少加班,几乎每天下班回来陪我一起吃饭,吃完饭陪我看看电影或者散散步。 这些所有浪漫的细节历历在目,仿佛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 我有时候会怀疑,她是不是早就爱上我了,不然为什么会花时间精力为我做这么多。 但这个念头,总是会在午夜梦回,看到她在阳台上独自发呆的时候,在她偷偷翻看前女友日记本的时候,被扼杀在摇篮里。 这六年来,她从不提那个人的名字,可那三个字,却从没有离开过她的心里。 如今她回来了,还带回了她的孩子,在她们母女面前,她对我仅存的一点点责任感和感动之情毫无可比性,都不用风吹,一碰就散了。 哪怕我肚子里两个孩子又怎么样呢?我根本没有底气跟她争。 在车上哭了好久,当我整理好情绪走进屋,送领回来了。 她手上提着我最爱吃的鲜虾馄饨。 还没吃饭是不是?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馄饨。 她把手上的打包盒放到桌上,漫条丝里拆开包装。 妈说,你今天去医院做检查了?是哪里不舒服吗? 她言语里的关心太过真诚,真诚到我快要忘记,就在不久前,她还带着前任的孩子招摇过时。 我深呼吸一口气,抬眸看着送脸。 看着这个喜欢了十多年,同床共枕六年的丈夫,我忽然觉得好陌生。 那是你的孩子对吧?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余。 如果不是,她不可能自称为爸爸,也不可能到现在才追回来跟我解释,而是当场就拦住我解释清楚了。 她垂下了眸子,以沉默回应我。 很显然,沉默就是默认。 我的心也在一点点地往下沉。 过了一会,她开口解释,我并不知道她怀孕的事,也不知道她生下了孩子。 所以呢? 我抬头看向她,我现在脑子很乱,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想到肚子里的孩子,我有时候很自私地希望她能抛下他们母女俩,和我安安稳稳过日子。 可是在他们出现的那一刻,我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安稳了。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? 我问。 也没多久,就半个月前。 半个月前,我忽然想起,半个月前的某天晚上,她说下了班陪我去看电影。 我买好电影票在商场等她,她却说有重要的事要忙一回。 我以为她在加班,就自己独自看完了电影。 那天晚上她好晚才回来。 而从那天之后,她经常加班,中午有时候,我说送饭过去和她一起吃,她总是借口说在外面吃。 还有前两天,我开始有了孕途反应,吃饭总是吐。 我刚开始以为肠胃有问题,前天难得一起吃晚饭被她发现。 她说陪我去医院做检查,可直到我反应过来,自己怀孕了。 也没等到她来陪我去做检查。 这一切,其实都有迹可循。 但因为这六年的相处,我选择了忽略这些细节,选择了相信。 我以为自己最后能给她一个大惊喜。 没想到,她先给了我惊喜,这么猝不及防。 我会解决好,给我一点时间。 看来她对我的责任感还挺深的,都这样了,也没有提离婚。 我累了,先上去睡会儿。 我本想质问她要怎么解决,本想破罐子破摔,要一个能死心的答案。 但我忍住了。 我现在脑子很乱,她应该也处在艰难的抉择中。 我如果刺激她,只会把她推到她们母女身边去。 说我自私也好,说我没有自知之明也罢,我就是不想成全她们一家。 她现在是我的丈夫啊,凭什么我要妥协? 我也想我肚子里的孩子,出生在圆满的家庭里,也希望他们一出生就得到父亲的疼爱,而不是被父亲抛弃。 宋令没有追上来,我稍稍松了口气,在床上呆坐了一会,我真躺在床上睡着了。 不知道睡了多久,我被饿醒了。 本想下楼找点吃的,却在楼梯口听到宋令和她母亲在说话。 这是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? 要不是她给我打电话,我都不知道她带了个孩子回来。 是婆婆的声音,声音很小,语气带着几分无奈。 看来顾紫怡等不及了,直接找上了宋令母亲。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? 婆婆又问道。 我看到宋令颓废地躺在沙发上,很烦躁地抓了抓头发,回道,我不知道。 做亲子鉴定了,确定是你的。 既然是咱们家的孩子,总不能流落在外啊。 离得远,我看不清楚婆婆的表情,但她的语气里,我竟然听出了一丝丝的开心。 圆圆是个好女孩,也对咱们家有恩,但不能因为这个,让咱们宋家绝后啊。 妈,我不能辜负圆圆。 当年要不是他们家,我和宋令结婚,不是因为他被我这么多年的喜欢感动了, 而是因为我家帮宋家渡过了难关,让他家快要破产的公司起死回生。 一开始,我爸爸其实不同意,因为宋家需要填的窟窿太多了,最后熬不住我的哀求,我爸帮了宋家。 我没有提结婚的事情,结婚是宋令提的。 她说她会对我好,用余生来报答我。 妈知道,这些妈都知道。 但孩子咱也不能不要啊,要不这样,给那个女人点钱,把孩子要过来,你和圆圆一起抚养。 换作你,你愿意养你老公前任的孩子吗? 宋令哑着声音反问,那不然怎么办,总不能忘恩负义,和圆圆离婚,再娶那个女人回家吧。 我不知道,我当初就不该听你的话,要不然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样。 听到宋令这话,我心脏紧了紧。 现在你怪我了,当初我让你这么做的时候,你也没反对啊。 我反对有用吗? 婚礼是你定好通知我的,蜜月旅行是你安排好的。 每一次的节日纪念日,你都帮我准备好礼物,让我送给陆圆,甚至每一天到了下班的点,你就给我发信息打电话轰炸,要我回家陪她。 宋令说到这,停顿了一会,继续道,只要我一样没做好,你就拿她爸爸资助咱们家公司的事来说,说我不能忘恩负义,说我要对圆圆好。 说顾紧仪贤贫爱妇离开,圆圆才是好女孩,我不能辜负她,说什么不能辜负她,妈你还不是想着和陆氏的合作。 原来是这样啊。 原来这些年,他们对我的好,只是因为我爸爸当年帮了他们的忙,而且到现在,也一直在帮他们。 我以为那些惊喜是她精心准备的,我以为她真的被我的真心感动,想要接受我了,原来这一切都是被她妈妈逼的,其实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。 之前我就发现过,每次她对我好一点,我就能感觉到她的疏离,每一次开心过后,都能看到她脸上伤感的情绪又多了几分。 这些年,假装喜欢我,假装对我好,她忍得很辛苦,也装得很辛苦吧。 哦,胃部一阵翻山倒海,我捂着嘴,转头跑回房间的卫生间里,差点把胆汁给吐出来。 我强忍着不是,慢慢蹲下,生怕突如其来的失重感,让我一头栽倒在地。 胃部如同烧着了一样,传来炙热的灼伤感,我大口喘着粗气,一只手强撑着身体,另一只手掐着脖子,缓解着猛烈的窒息感。 宝宝,妈妈是不是很没用? 这么多年,连一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都分不清楚。 不知道宋林和他妈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,等我身体好受一些再次下楼时,他们已经离开了。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,我强承着难受吃了两颗宋林买回来的仙虾馄饨。 冷掉的仙虾馄饨腥味很重,很难吃,勉强吃了两个,最后全部吐掉了。 吐完没觉得难受,反而整个人突然冷静下来了,心里也有了主意。 十六岁的我以为,我对宋林的爱,坚如磐石,我以为不管宋林怎么对我,我都会爱他如初。 但我现在发现,让爱消失,其实不过是一瞬间,一句话的事情。 我和他这场婚姻,这场感情中,我一直是独角戏。 但那又怎么样,哪怕这场独角戏唱到死,我也不想成全了他和顾紫怡。 所以,在离婚成全他们,和不离婚干耗着,我选择了后者。 我假装没有听到宋林和他妈妈的对话,继续让宋林陷入两难的选择中。 因为我很清楚,这个时候,如果我选择离婚,那对他来说是解脱,他或许不会感激我,更多的是如释重负,我不能让他如愿。 想到这里,我忽然有了几分精神,我打开微信给宋林发过去消息,老公,你给我买的鲜虾馄饨已经冷了,但我现在好饿,你能帮我再买一份回来吗? 好,宋林很快回复了我。 不到二十分钟,他风尘仆仆,提着鲜虾馄饨到了我面前,在他热切的眼神下,我一颗一颗认真地吃着,但我低估了自己的忍耐力,吃了一半,忍不住又去卫生间吐了。 身体怎么回事? 他关心询问,妈说,你去医院做检查了,医生怎么说? 嗯,是检查了。 我犹犹豫豫看着他,眼眶忍不住泛红,可现在我不想告诉你了,我害怕,害怕什么? 他眉头紧簇,又问,到底怎么了? 我深呼吸一口气,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般说道,我怀孕了。 当我这话说出口时,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有几秒的错愕,惊讶,还有不知所措。 一向喜行不语色的宋总,此时此刻脸上的表情丰富极了,可唯独没有开心。 原本我以为你会开心,但现在,我垂了垂毛子,又故作请送道,还好我没告诉爸妈,我们自己处理吧,省得他们伤心。 以退为进,是最好的方式。 以我对宋林这么多年的了解,他吃我这一套。 他之所以听他妈妈的话对我好,无非是觉得亏欠我,现在我能做的,就是让他觉得自己亏欠我更多。 我从包里拿出那张皱巴巴的运简单,打开放到他面前,医生说是双胞胎,我本想自己偷偷去打掉,不让你为难,但实在是没有勇气,你陪我去好不好。 我猜他不会让我去打掉孩子,这半个月他之所以偷偷和顾紫仪见面,就是很清楚现在宋氏和陆氏的合作不能因为我们的婚姻而断掉。 为什么要打掉? 宋林伸手拿过那张运简单,看完后眼眶微微变红。 他一把把我抱在怀里,低声道歉,远远,对不起,真的对不起。 我很开心你能怀上孩子,别打掉,生下来好不好。 那你和他的孩子怎么办呢? 我抬起泪汪汪的双眸,看向宋林。 我会处理好的。 他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,随即又扶着我好好坐下,先吃馄饨,一会又冷了。 直到我怀孕后,宋林下班回家的时间变早了,甚至这几天中午也会来陪我吃午饭。 我工作的画廊离他上班的地方并不远,开车也就十分钟路程。 以往都是我缠着去找他吃饭,现在身份对调,他每天会来找我吃饭。 我和往常一样跟他相处,吃饭时聊今天我遇到的客户,聊我画的画,聊他的工作, 还有近期我看到好看的电影,好笑的段子,就是不聊他和前任的孩子。 只字不提,让他觉得我善良大度不追究。 这样,就和日日相逼的顾紫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这几天宋林每天陪在我身边,顾紫怡应该很着急吧。 好几次我看到宋林的电话亮了又暗,电话一个接一个,信息一条又一条。 除了几个工作电话之外,其他全都是顾紫怡的。 我知道,她也还是会趁着上班的时间去陪他们母女俩。 宋林,你但凡真诚一点,对他们母女俩表现得狠心一点,我都不会对你这么失望。 不过,顾紫怡也不傻,知道宋林这条路行不通,她找上了宋林的父母。 周末放假我和宋林一起回老宅吃饭,看到孩子竟然也在。 她妈妈说要出差两天,孩子没人带就给送过来了。 婆婆有些心虚,怕我生气似的,说完又无奈地碎碎念叨,我说我也没空看,她就说放家里让她自生自灭好了,也实在是没办法,总不能真的不管吧。 婆婆说这话的时候虽然很无奈,但看孩子的眼神却带着宠溺。 看来,孩子来这里应该有好几天了,而且和宋林爸妈相处得也挺融洽,其实也能理解。 老两口都六十多了,看到周围的同龄人都有了孙子,开始想其人之乐,他们自然羡慕得不得了。 我都能想象得到,他们带这个小女孩出去时,被人夸赞有这么乖巧漂亮的孙女时,脸上的笑容得有多灿烂。 爸爸,小女孩见到宋林,怯生生走过来,轻声唤了一句。 看着她想扑到宋林怀里,又不敢地委屈模样,我心里有一点点难过。 明明我该讨厌这个小孩的,因为她的出现,让我发现自己美满的婚姻竟然只是假象,让我原本期待的两个小生命变成了一场笑话。 可是看着她鲜瘦的身体,和几分害怕的可怜模样,我竟然对她没办法讨厌。 但很显然,在她妈妈的教导之下,她非常讨厌我。 见我走进别墅大门,她跑过来打我,你这个坏女人,是你不让爸爸来看我的,是你让妈妈晚上偷偷掉眼泪的,我讨厌你。 顾思玲你干什么? 顾思玲第一时间护住我,俯身抓住了小女孩的手,低齿道,不可以这么没礼貌。 顾思玲,这名字取得真好。 呜呜,爸爸对不起,思思不是故意的。 思思就是很想念爸爸,小女孩扑到顺领怀里,委屈大哭。 见孩子哭得这么委屈,宋领父母走过来,低声道,哎呀,孩子不懂事,算了。 为什么爸爸不能陪思思玩,为什么爸爸不能送思思上学,为什么别的小朋友要骂思思是没人要的小野种? 思思明明有爸爸呀。 这一系列的问题落下来,现场沉寂了片刻,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。 意识到气氛尴尬,宋领妈妈走过来拉着我进屋,愿愿我们先进屋,别跟孩子计较。 看着她扑在宋领身上,粘着她不让她走,故意说这些话来让宋领心疼的小心机模样。 我在心里冷笑,到底是孩子小不懂事,还是妈妈教得好? 因为顾思凌的到来,原本死气沉沉的顾家老宅,瞬间变得活泼了起来。 到底是五六岁的孩子,哪怕是刚受过委屈,碰到好玩的玩具和好吃的食物,也依然能笑得很开心。 不过是几天时间,屋里便多了很多儿童玩具,甚至连小孩子玩的滑滑梯都给准备好了。 全都是粉色的,刺眼极了,就连一板一眼的宋父脸上,都多了笑意和慈祥。 可能,这就是血缘的关系吧,哪怕是宋领父母再不喜欢顾紫怡,但也没办法不喜欢她和宋领的女儿。 不过,也不完全因为血缘,相处了两个小时,我便发现。 抛开,她是情敌的女儿不说,作为旁人也觉得,她长得好看,还懂事。 比如,庸人切了水果过来,她会先拿给爷爷奶奶吃,然后再给宋领吃,最后才是自己吃,想要玩玩具,也会先询问爷爷奶奶能不能玩。 在宋领面前,也会故意找存在感,带着几分讨好,更让人心疼。 看着他们一家其乐融融的模样,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。 哼,本来就是个外人,何必说像。 宋领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太过关注她女儿,而忽略了我,吃饭的时候,一直给我夹菜,让我多吃点。 但因为心情不好,原本缓和许多的孕吐反应再次来袭,吃了几口,便忍不住恶心作呕。 袁袁这是怎么了?宋领妈妈转头看着我问,记得你前几天不是说身体不舒服,要去医院检查吗? 检查了吗? 嗯,查了。 我挥挥手说,我没什么毛病。 我转头看了看宋领,意思明显,如果她不想说,那我便不说。 那个,袁袁是怀孕了。 之前,我和宋领聊过这个话题,故意跟她说别跟她父母说,她说迟早都要知道。 真的? 宋领母亲表现得很惊喜,笑得合不拢嘴。 哎呀,袁袁你这孩子,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说。 她说这话时,还有一无意瞥了眼旁边的顾思凌。 我猜,她应该是想到了刚刚顾思凌扑过来打我的事吧。 毕竟肚子里有孩子,和没孩子,完全是不一样的。 什么是怀孕啊? 顾思凌天真的抬头看向宋母。 宋母笑道,怀孕就是,你要有弟弟了。 果然,宋领父母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,虽然嘴上说男女都一样,其实还是不一样的。 我低垂着头心想,我的孩子可没有姐姐,只有五年前夭折的哥哥。 得知是双胎,宋领父母更开心了,笑得嘴角都要咧到太阳穴了。 我为什么来这一趟,其实就是想让宋领告诉他们这件事。 从宋家老宅吃完饭第二天,宋领妈妈突然提出要搬过来,我和宋领婚房住,说要给我做饭,要照顾我的起居。 因为去年生下来的是死胎,她现在格外紧张,尤其我怀的还是双胞胎。 要是能生下双胎儿子,他们就觉得宋家更有光了。 我没拒绝,享受着他们的照顾。 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很恶毒的想法,期待越高,最后失去的那一刻,就越痛苦。 之前怀那一胎的时候,我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的,做产检也从未麻烦过宋领。 但这次我学聪明了,每一次产检,都借口自己难受,让宋领陪着,回来还哄她母亲说,现在还小,等过两个月能看出性别了,医生会偷偷告诉我。 哎呀,问这个干啥呢?是男是女都好。 宋领母亲说着不在意,不等我开口,她自己又改口道,不过知道也好,我们还能提前给两个娃准备东西。 我爱吃酸,都说酸儿辣女,应该是儿子。 哈哈哈哈,肯定是两个胖乎乎的小男娃。 嗯,不管男孩女孩,都不会属于宋家。 要是五年前宝宝还在,现在应该也跟那个女孩一样大了。 这两天总是做梦梦到宝宝,在梦里她跟我说, 妈妈,我想跟弟弟们在一起,我想跟弟弟们在一起。 这话显然让婆婆脸色沉了下来,她叹了口气,拉住我的手说,过去的就别想了,现在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。 你不想见那个小女娃,以后我就不让她再到家里来。 我继续装模作样道,孩子没什么错,毕竟是宋家的血脉,你们要把她带回家,我也不会说什么, 以后我尽量不回老宅就好了。 那怎么行? 婆婆骨子里的传统思想很坚固,等后面坐月子肯定要回老宅坐的,孩子也在那边成长,我和老宋一起待。 目的达到,我垂下眸子不再说话了。 放心圆圆,我们宋家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没刻意问过,但我知道,从那天后,宋林的父母再也没有让顾紫怡的孩子回过顾家, 以前买给她的玩具也直接送去给顾紫怡那了。 为了迎接我肚子里的两个小生命,他们花时间精力,重新装修了两间大房子, 一间是卧室,还有一间作为儿童乐园,外面的公园,也被打扮成了游乐场的模样。 全是蓝色系,玩具也都是男孩子喜欢的玩具车和玩具枪之类的。 爸妈,孩子才三个多月呢,你们不用这么着急。 提前准备,刚好这段时间散散位,以后对孩子也好。 我摸着稍稍显露的肚子,用无比温柔的声音说, 宝宝,爷爷奶奶这么疼爱你们,以后你们也要多孝顺爷爷奶奶哦。 夫妇俩很受用,笑得合不拢嘴,花钱准备小东西也更卖力了。 许是因为宋领和宋母都老围着我转,顾子仪很不满意,直接打电话把我约了出去。 她带着她的女儿出来的,母女俩楚楚可怜的模样,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们是原配,我小三插足欺负她们呢。 思思,快叫阿姨。 我一坐下,顾子仪扯着旁边撅着嘴的女儿,让她跟我打招呼。 哼,她女儿人不大,脾气倒是不小,气哼哼看我一眼,把头扭了过去。 思思就是这样的气性,陆小姐,你别在意啊。 我懒得回她,直接问,有什么事直接说吧,也没必要拐弯抹角了。 这么多年了,顾子仪没什么太大的变化,她长相偏冷,脸瘦小,整个人看上去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很容易激起男生的保护欲。 我和宋林其实算是青梅竹马,从小就认识。 一开始,我经常黏着宋林,跟在她屁股后面,但自从她认识顾子仪之后,就开始疏远我了。 他们在一起后,我和宋林就彻底疏远了,连好朋友都没得做了。 就在我以为他们两会白头偕老,而我要顶着这份暗恋和不甘过一辈子时,宋林家的公司遇到危机,顾子仪为了前程,和宋林分手。 那段时间,是我陪着宋林的,陪着她去机场,眼睁睁看着顾子仪过安检。 那个时候的宋林呢,哪有以往的干净和孤傲,浑身上下充满了绝望。 她哭着问我,她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? 她爱的不是我,而是我的身份地位,对吗? 宋林,我陪你,我陪你东山再起。 所以我去求我爸爸,求我爸爸就送氏。 在我爸爸答应给宋氏注资的当天,宋林跟我求婚,说要用一辈子来对我好。 六年过去,我陪宋林走过最低潮的日子,陪她东山再起之后,她带着孩子回来,想要把宋林抢回去。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? 可她偏偏偏脸皮厚地跟城墙似的,竟然低声下气求我。 我女儿才五岁,她需要爸爸,你能不能把宋林让给我们? 她的女儿需要爸爸,那我的孩子呢? 我两个孩子啊。 我端起桌上的水喝了一口,过了一会后,缓缓抬头看向从外面走进来的男人,问她,宋林你觉得呢?要我把你让给他们吗? 把宋林喊过来,其实我是真想让她做一次决定。 可是,我又失望了。 她将头扭向了一边,低垂着毛子,久久没说话。 也怪我,认识她这么多年都没发现,除了工作上和学习上,在其他事情的处理上,她根本可以算是一个白痴。 因为有一个爱操心的妈妈,很多事情都是妈妈帮她弄好,以至于遇到这些事,她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 对我,她是很深的责任感,以及愧疚,对顾紫怡,她可能更多的是,舍不得。 所以,她两面周旋,两边讨好,但当我和顾紫怡碰到一起,需要她选择的时候,她犹豫不决。 她希望两方都不要受伤害,希望两个人都不要怨恨她。 可无形之中,她两个人都伤害了。 我累了,你自己处理吧。 我丢下这话后,起身拿起包包离开了。 宋令没追着我出来,而是先安抚了他们母女,把他们送回家之后,才回来。 回来后,她跟我道歉,让我有事跟她说,别自己去见他们母女,还说她会解决好。 这种话,我都听腻了。 已经这么大的孩子,怎么解决? 所以还是解决未出生的孩子吧。 不过我也没跟她闹,任由她在我和顾紫怡,他们母女之间周旋。 我感觉到,她在顾紫怡那边受了气,就对她更温柔,让她憧憬孩子出生以后的美好生活。 双胞胎,怎么都比顾紫怡一个孩子分量重一些的? 怀孕的第五个月,天气暖和许多了,闺蜜怕我闷在家难受,就约我出去逛街。 闺蜜问,你真打算生下孩子,就这么跟那个渣男过一辈子啊? 抬头看着头顶蓝蓝的天空,我回她,怎么可能呢? 已经冷却的心,还能再被温暖吗? 哪怕是阳光这么热烈,我好像感觉不到一丝暖意。 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。 闺蜜知道我心里有想法,也没多问,见对面有我喜欢的奶茶店。 她眼睛一亮说,你不是说想喝奶茶吗? 等着我给你去买。 不等我拒绝,她蹭蹭蹭跑过去排队去了。 我想陪她一起排队,她推了推我说,外面热,你去商场里面待着。 我心里一暖,点头道,好。 在进商场的时候,我看到侧面不远处有一对母女朝这边走来。 母亲穿着一袭白色的连衣裙,几乎是拖着女孩穿过马路。 你这个赔钱货,怎么就这么笨,连肚子里没出生的孩子都争不过。 我养你这么大干什么? 妈妈,我错了,对不起。 等下就去找你爸爸,她要是再不回来,我就把你扔掉,你也别回来了。 女人不顾众人的目光,对着小女孩又掐又打,说话也很难听。 我好奇凑近一看,发现对孩子实施暴力的不是别人,正是顾子怡。 女孩委屈地哭着,又不敢哭得太大声。 快走,别在这丢人。 他们往另外一边走了。 一条马路之阁,对面是宋林上班的地方。 我以为所有孩子都是被父母宠爱的,像我,像宋林,可直到刚刚看到这一幕我才发现,顾子怡比我想象的,还要可怕。 她生下孩子,把孩子养大,根本不是因为爱孩子,就是想用孩子来牵制宋林,想要重新回到宋林身边。 怪不得,快六岁的孩子这么瘦,看起来四五岁的样子,瘦得很可怜。 怪不得,小女孩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,哪怕见到宋林,也怯生生的。 我以为是顾子怡胶的,原来是因为不被妈妈宠爱,只被当成一个绊助宋林的工具。 想到这我突然有点难过。 这段时间,我拉拢了宋林父母,宋林又每天下班回来陪我,顾子怡是不是每天都这么对待她的? 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? 小女孩没错,可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啊。 为什么我要难受? 为什么我要同情她? 我站在原地发愣的时间里,闺蜜买好了奶茶走过来,不是让你先进去,你站在这发什么呆? 我缓过神来,伸手接过她递过来的热热的奶茶,笑道,这不是等你吗? 走,今天想买啥就买,节请客,就算是当干妈的提前随礼了。 好啊,这可是你说的。 闺蜜说,天气这么好,未来的生活这么美好,我们没必要因为一些不重要的人和事,让自己的生活一团糟。 我觉得她说得很对,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我以为自己不会再见到那个小女孩了,没想到一周后,我在家门口碰到了她。 她蹲在一棵树底下,看到我回来,想要躲开,但被我发现了。 我看到你了,出来吧。 过了好一会,她颤抖着小身体出来了。 你自己来的? 我问她。 她轻轻点头,声音小到,差点听不到。 为什么来这里? 她抿着唇不说话,低垂着头一副做错事的样子。 要吃蛋糕吗? 我嘴馋,出去买了块小蛋糕回来。 她抬眸看着我,大大的双眸,犹如包了皮的葡萄,亮晶晶的。 不得不说,小女孩长得是真好看,脸圆圆的,鼻子嘴巴很精致,可能是刚哭过,小脸粉扑扑的,水葡萄一样的眼睛忽闪忽闪,可爱得要命。 我本该讨厌她的,可看到这张脸,却怎么都讨厌不起来。 宋林不是圆脸,顾子怡也不是圆脸,不知道她长得像谁,脸蛋竟然是圆圆的,不过偏瘦,下巴都没什么肉。 如果再长胖一点点,圆润一点会更可爱。 她盯着我的蛋糕,许久不吭声。 我直接走过去,牵过她脏兮兮的手说,吃吧,吃饱了才有力气喊爸爸回家。 爸爸为什么不来看我和妈妈? 她抬头看着我问道,是因为思思不听话吗? 因为思思太笨了吗? 这话让我心脏有点堵。 你吃完我就告诉你。 我晃了晃手里的小蛋糕,她终于点点头,跟着我进了屋。 婆婆今天不在,宋林也上班去了。 偌大的别墅,只剩我和顾思凌两个人。 她显然对陌生的环境有些好奇,四处打量着。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? 为什么要来这里? 我问她。 她想了想,回答道,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讨厌,但妈妈说你是坏女人,可是我觉得你不坏。 哦,我对她的话感到好奇,因为我看到你拿着食物喂流浪猫了。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,声音奶蒙奶蒙,很好听。 以前妈妈看到流浪猫或者流浪狗都是狠狠踢开的,但是你没有,所以我觉得你不讨厌。 看来这个小家伙不止在门口守了一天。 顾子疑心这么大的吗? 也不怕她被坏人拐走。 我带你洗个手。 拆开蛋糕盒才想起来,这小家伙手太脏了。 牵着她去洗手间洗手时,她有点抵触。 我说把袖子挽上去,她不肯。 你这样会把衣服洗湿的。 我又说,那我不吃了吧。 她转头想要走,我伸手抓住了她。 在抓住她手的瞬间,我听到她好像吸了口气。 我把她的袖子挽起来,发现她手上好大一块子的,看起来像是被掐子的。 我心脏微微一紧,挽起她另外一边袖子,更是轻一块子一块,腿上也是,身上也是。 她打你了? 我鼻子发酸,轻声问。 她低垂着头不说话,眼泪落了下来。 是我太笨了,是我没用,妈妈才惩罚我的。 五六岁的孩子啊,自己的轻骨肉,顾子疑她怎么下得去手。 是因为爸爸不去你们家,所以妈妈才打你吗? 我又问。 她点点头,然后又抬头看向我,哭着哀求道。 阿姨,我知道你不是坏阿姨,你是好阿姨,你可以把爸爸还给我们吗? 妈妈说爸爸原本就属于我们的,是你抢走了爸爸。 顾子疑可真敢说呀。 爸爸不回来,妈妈就怪我,就打我,对不起,阿姨对不起,我知道你肚子里也有小弟弟小妹妹,如果爸爸跟我们回家了,是不是弟弟妹妹就没有爸爸了? 你以后,你以后会不会打他们? 不会。 我喉咙哽了一下,然后道,爸爸不在身边,不是你的错,是爸爸太忙了,你回去告诉妈妈,等她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,她会回来的。 真的吗? 我不知道,顾子疑是否是故意把这个小朋友送过来,在我面前演这段戏的,但不管是不是,她都成功了,因为当过母亲,我没办法看着这么小的孩子遭受虐待,而且还跟我有关,她赢了。 其实,她带着孩子回来的那天,她就赢了,只是我不服输而已。 孕期差不多七个月的时候,在宋家一家人万分期待中,我留下一纸离婚协议和伪造的流产证明,消失在了他们视线里。 宋令慌了,疯了事地找我,给我打电话发信息,我自然不会理会。 宋令,假装爱我这么多年,很辛苦吧,以后不会再让你这么辛苦了,别再找我。 宋令虽然现在公司发展不错,但和陆氏比,还是差一点的。 我父母有能力让我好好生活在世界某个国家,宋令根本无计可寻。 生活在父母宠爱,哥哥宠爱的家庭里,我很幸福。 我想,我的孩子也会很幸福的,哪怕没有爸爸。 怀孕不到九个月,孩子早产了。 因为失去过一个孩子,这一次我和父母都格外小心,意识到不对劲,爸妈就给我办理了住院。 他们陪在我身边,安慰着我,说这次肯定能顺利生下两个孩子的。 可我还是很害怕,我总是做梦梦到五年前那个孩子,明明我医生告诉我腰折的是男孩,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做梦梦到那是个漂亮的小女孩。 有圆圆的小脸,大大的眼睛。 他甜甜地喊我妈妈,说很孤单,要跟弟弟妹妹们在一起。 宝宝,你会保佑妈妈的对吧? 我被医生推进了手术室。 看着他们有些紧促的眉头,我越发觉得没有底气。 医生,求你一定要救我的宝宝,不用管我,一定要救宝宝。 学医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,其实在孕妇生产的时候,根本就没有宝大宝小一说。 所有的妇科医生都会竭尽全力保证产妇的安全,因为妈妈和宝宝是一体的。 而且,宝宝还没出生,相对来说,孕妇本身才是完整的生命。 可哪怕是这样,我也只想让他们竭尽所能,救下我的孩子。 哪怕牺牲我自己的生命。 可是最后,因为出血太多,孩子还是没有保住,而我的生命,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刻。 别睡,圆圆,圆圆,醒醒,你看看妈妈呀,别睡好吗? 迷迷糊糊中,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他们不断地换着我的名字,一遍又一遍让我醒过来。 可是我好累,真的好累。 身体也好疼,疼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。 我想好好休息一会,就一会会,喜欢宋令的这十多年里,我好像没有好好为自己活过,我总是在追逐着她的步子,就连她和顾紫怡交往的那三年里,我也没有停歇。 我想,如果我再努力一点,如果我比顾紫怡更优秀,学习更好,如果我能拿到保送研究生的名额,是不是她就会回头看看我了? 可是她没有,哪怕我考上了全国最好的艺术学院,她也没有多看我一眼。 直到那天,她的父母提着礼物到我家找我爸爸,让我爸爸帮帮他们,我突然被她注意到了。 我想,如果一切能重来,我一定不要做同样的选择。 孩子也肯定是不希望被困在这个不健康的家庭里,所以不肯来这个世界吧。 既然他们不想,那我也不要为难他们了。 所以,当我再次睁开眼,发现自己回到了二十二岁,发现自己坐在去跟宋岭见面的车里。 我忽然觉得外面的阳光是温暖的。 看着对面那个身穿白衬衫,身形笔直的少年,面对着他带着复杂情绪的求婚。 我直接拒绝,不用了,我不想跟你结婚了,也不需要你试着爱我。 我有爱我的家人,有爱我的闺蜜朋友,还有我自己,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爱了。 而我以为,他会如释重负,却听到他红着眼眶,低垂着双眸对我说,对不起。 是我该说对不起。 我苦笑道,宋林,你们家的窟窿太大了,我爸爸可能填不了了。 我没有忘记上一世,我爸爸为了填宋氏的窟窿,为了让快要破产的宋氏起死回生,付出了多少。 他每天加班熬夜,帮宋氏拉单子,熬得头发都白了。 我太自私了,竟然为了自己年少的执念,让父母愁白了头发。 好的,没关系。 宋林对着我笑了笑,语气如是重负。 我就知道的,他根本不想跟我结婚。 再见。 我挥手朝他告别,感谢他没有多问我,也没有追上来。 我路远这一生,用情太深。 重活一世,我想要活出更好的自己。 回家后,我伸手拥抱父亲,对他说,爸爸,宋氏咱们不帮了好不好? 咱们没有义务帮他们。 为什么? 女儿你不是,我不喜欢宋林了。 他,前女友好像有了他的孩子,我前几天看到他前女友去妇产科检查。 不过这是,虚,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 嗨嗨,好,爸爸不往外说,不过这臭小子真该打。 都让别的女人怀孕了还想跟我女儿结婚,还想让我们帮他们家。 宋老这打得什么算盘。 要不是看在这么多年的交情上,我真想再给他们两刀。 算了,他们都已经这样了,懒得跟他们计较。 女儿你也别伤心,宋林那人我早就觉得不太行。 他妈妈太强势,他自己看着就没多少主见,那能对你多好,以后你肯定会遇到那个更好的人。 嗯,我知道了,不过我以后不想结婚,只想陪着爸爸妈妈,还有哥哥。 好,不结婚就不结婚,爸爸养你到老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